HELLO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現在好 我是NIKO老師 希望認識我的第一課起 就讓你立刻賺到 立刻學到 有許多朋友在跟我講說 東升網連通 我分享給朋友 那怎麼朋友一直都開啟不了 那個電阻代碼的登錄呢 怎麼用都沒有 那其實有幾個情形 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你可能用錯了模式 所以你的朋友才開啟不了網連通 第一個就是你在按分享的時候 千萬不要點愛心旁邊這個分享 這是東升購物專有的分享 為了區隔開東升購物 以及東升新連鎖 所以你要分享連結 請務必點這個 東升全球新連鎖這個連結 務必點這個連結 然後再到您的LINE 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網路營銷老師 所以我LINE跟大家不一樣 所以你想學的話 記得施LINE我 好 介紹完畢 可是我現在講 先回歸正題 透過這樣的網連通 貼上之後 傳給朋友 朋友透過你這個連結 就會跳起 所謂的網連通 好 那第二個情形 是什麼情形呢 那就是跟對方的手機 有一點點的小關聯 他每一支手機的原始設定都不太一樣 那他的情形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說 你點他的連結 然後呢 他跳出來的是網頁版 就像我現在這樣操作的模式 他跳出來的是網頁版 那怎麼辦 怎麼解決呢 那這個手機 常常會發生這種情形的 目前 有兩種 目前我們有遇到 兩種手機 會發生這種狀況 一個叫做 ASUS 華碩的 另外一個是三星 最常發生 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怎麼解決呢 其實也是非常的簡單 到您的那一支手機的設定 現在這支手機是ASUS的 然後到所謂的程式 應用程式這一邊 點進去 然後找尋 東森購物 好這就是東森購物了 那進去之後呢 點選 點選你上面的這個 叫做開啟支援的連結 那 要選什麼 選第一個就是 只要有類似相關的 那個軟件軟體的程式 他就用等下 App東森購物來開啟 那我們再回來看一下 好一樣 點我們剛剛的連結 好 在點連結之前 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這是我朋友 這是我朋友之前幾天 特惠優惠的時候買的 12800 他那時候買 只有買9899 好我們現在來開啟 齁 那你看有看到很明顯 現在就恢復原價了 那時候在做電視購物的優惠 所以你的朋友真的傳給你的時候 真的是好康的時候啊 好 有沒有看到 他是用東森購物APP開啟的 那 如果是自己要購買的話 我現在自己要測試自己購買的話 你自己要怎樣 再點一次 然後呢 自己購買 好然後 點選確定 好的 我們在那跑的時候 他當他出現到填寫資料 的時候就可以了 那你把你的折扣金 折扣金 用一用 或怎樣之類的 點選我要結帳 然後呢 在結帳這個下面這個地方 你注意看喔 有沒有看到 網連通代碼出現了 其實 非常的簡單齁 那 在這之前 這個經驗 這個分享非常的昂貴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在測試 到底是 東森購物的問題啊 還是 網頁的問題啊 還是 LINE的問題 結果我不小心把LINE移除 然後忘記帳號密碼 我養了一年多的 行銷帳號 就這樣沒了 所以 這一次的分享 真的是 價值連城 那 希望這個分享 對大家有幫助 記得兩件事 第一個 一定要用東森新連鎖 那個連結 點分享 第二個 請朋友 把這個開啟的模式 一定要用APP開啟 才會帶出 網連通的優惠店主代碼喔 請的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ны 小南 lack cultivation 的